我们村有一个名叫李奶奶的人 他们家一辈子过得都非常的穷 直到他二十岁的时候 经过父母的戳合下 嫁给了农村老公 虽然日子过得非常的心酸 但是那个男人对李奶奶也非常的好 在他们两个人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就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这让夫妻两个非常的开心 觉得这是老天爷在眷顾他们 因为这两个孩子的到来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经济负担又重了一些 然后他老公每天都会做好几份活 希望这样能够让一家人过得富裕点 时间过得非常快 李奶奶的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了 他们也都上了大学 并且都有了一份工作 这让村里人很是羡慕 有一天李奶奶和她的丈夫 还像往常一样早早到去田地里面干活 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不远处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 于是他们两个人就顺着那个声音走了过去 却发现有一个孩子躺在那里 因为天气非常的寒冷 李奶奶就和老公说 这个孩子挺可怜的 而且我们两个人也没有女儿 不如我们把他领养回去吧 他的老公听后也非常的赞同 于是两人就把这个孩子给收养了 这个孩子来到他们家的时候 因为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穿的衣服都是他两个儿子剩下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们的闺女慢慢的也长大了 但他知道自己是个被人抛弃的孩子 所以他就非常的懂事 心里也很感激自己的养父母 有一次李奶奶的老公因为要去集市上买东西 可就在这时突然出了车祸 当李奶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真的不敢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在自己家人的身上 事后那个人赔了李奶奶20万块钱 在李奶奶丈夫去世后 他们的两个儿媳妇就开始整天算计着这个钱 他们生怕李奶奶会把这个钱给那个养女 当李奶奶听到他的两个儿子这样说的时候 非常的气愤 于是就态度坚定的对他们说道 这个钱我必须留一部分给我的闺女 毕竟他养了我这么多年 自打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孝敬过我 如果你们不同意 那么这个钱你们两个人就一分都别想拿 当他两个儿子听完之后就立马同意了 于是拿着这个钱 从此再没有来过李奶奶居住的地方 他的闺女渐渐的也长大成人了 就嫁给了隔壁村一个男人 自打他闺女结婚以来 李奶奶吃的穿的全部都是由他女儿一个人承担的 有一次李奶奶他们村子上要拆迁 然后他的女儿就一个进了要求 他的母亲搬过去住 但是他的母亲说什么也都不同意 没办法 他的闺女只好一个人回到家中 但是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那笔拆迁款下来 李奶奶有一天在家中暴毙了 当他的闺女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难过 于是就和两个哥哥把母亲的后事给办了 把母亲的后事处理完之后 两兄弟就为了那笔拆迁款 每天都在争吵不休 他们都希望这个钱能够打入到自己的账户当中 就在这时突然他们舅舅来到了他们家 并且拿着李奶奶早在两个月前就写好的遗书 遗书中说到李奶奶把全部的拆迁款都留给了他的养女 两个儿子一分钱都没有 当他们兄弟俩看到这份遗书的时候 非常的生气 然后就走了 所以通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天大地大 不如父母的养育恩情之大 不如父母的养育恩情之大